第二三題,下表示今年益凱在出出套房中每天平均使用量較大的電鍵器基本資料 若益凱使用的延長線之最大安全負載為18A 請問益凱可以同時在此延長線上使用下列哪兩種電器 那麼我們的最大安全負載是18A 就表示我們的總電流不可以超過18A 而我們的公式是PE等於IV,所以I就等於PE除以V 那因此我們吹風機會產生的電流就是1240除以110 這樣算出來大概是11.3 那麼電腦的電流就是550除以110,算出來是5A 那微波爐是1840除以110,這樣算出來大概16.7 那麼我們知道總電流就是分電流相加,所以要兩個加起來之後不會超過18A 那我們就發現我們的吹風機跟電腦,加起來是16點多沒有超過18A 或者是我們的電腦加上電池爐,這樣加起來是12點多沒有超過18A 所以益凱可以同時使用吹風機及電腦,或者是電腦及電池爐 所以第二三題問我們說,請問益凱可以同時在此延長線上使用下列哪兩種電器 我們答案選擇是A,電腦吹風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